新聞開始先來關注今天在北市中山區 發生這樣的事件 一整排機車停在人行道上 中間一輛機車突然起火燃燒 燃燒到旁邊其他的車輛 總共八輛機車燒毀 起火的車輛車主表示 因為機車太過老舊 電池壞掉 買了電池改裝串接 已經用了五年 沒有想到這一回起火燃燒 整排機車原本好端端停在人行道上 下一刻中間一輛機車 卻突然起火燃燒飄出陣陣黑煙 接著燃燒到一旁其他機車 消防人員緊急拉水線灌揣 附近民眾全都嚇壞 趕緊把車牽走 多輛機車被燒到焦黑變形 只剩下股價完全看不出原本模樣 情況相當慘烈 如果要趕在機車 然後就有畫面 然後想要爆起 然後就轉過身來 他就車上爆炸 所以就這樣就比較起火 時一回到現場 事情就發生在市民大道日亂上 可以看到這邊一整排機車通通被燒毀 而車主看到愛車變成這副慘況 也感到相當心痛 很生氣啊 想說是誰的起火這樣子 因為我家裡沒辦法騎 因為沒什麼辦法騎車這樣 傻眼啊 但也沒辦法 車子的座墊跟右半邊幾乎都被波及 整個右半邊都被波及 事情發生在31號中午12點半 車主表示因為機車太過老舊電池壞掉發不起來 所以當初自己買離電池改裝串接至今用了五年 沒想到這次疑似因為溫度太高也才起火燃燒 總共造成8輛機車受害 有可能就是電池本身裡面的電解液發生了一些變化 或是電池本身受到創集啊 使用者沒有注意到本身有壓到創集 或是本身是用那個列的電池 就是改裝的電池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溫度拉高燃燒的危險 起火的車主也被異公共危險罪嫌 以送偵辦 而他後續還得面臨其他被燒毀的車輛賠償 記者王中萬家維台北採訪報導